人大常委经常有开会订出国家重要的新法例 以前香港人对这些法律知道有这样就算了 近年有很多国家的法律都是全国性实施并且兼顾港澳台 昨天人大常委就通过了爱国主义教育法 其实早前李慧琼当然是春光水恋 他已经透露了一些口风并且也有个好像规范出来 我们要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 又要若干的资金会10亿来推动 我相信这件事在今天的施行部当中也有所着脈 昨天人大常委通过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法 新闻一报道有一个朋友问我 她刚刚有一个女儿在读幼儿班 她说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法通过了 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怎样的 我说你幼儿班也应该有国情教育和国安教育 那些滲了去 她说有的有一些了 但她想知道 我觉得她刁难我这个问题 她说爱国主义教育法 关不关爱党主义事 我引述曾国慧之前有一句名言 你爱国不爱党是否过去 因为中国的宪法是共产党领导的 究竟的终极答案 每个人心目中有自己的看法 爱国主义教育未来是怎样的呢 看看今天的施政报告 出台是否真的正如之前升到的独家消息 就说会有一个统筹小组 然后李慧琼说起码都十亿 现在想民政府拿少少钱都难 但是爱国主义抬头了 有一个问题 今早就和老总讨论 为什么在这个时刻要特别强一点 因为其实已经搞了一段时间了 这次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法 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法例 很特别之处 就是要对港澳台的同胞作出相应的规定 所以这个和香港过去 因为香港社会事件 而要加足香港的爱国教育等等 是两回事 那个宏观性是更加大 这个时候为什么特别要讲到爱国主义呢 这个也是希望面对现在整个国际的变局 能够更强中国人的凝聚力 在内地来说这个凝聚力很强 但是为什么今次特别是港澳台 台都要倒下去 为什么台湾去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呢 这个就真的是一个原念 我特别留意未来几天 台湾媒体怎么去回应呢 在现在呢 港澳已经回归了这么久了 香港1997 澳门就是1999 回归了这么久了 而且经过国家安全法的立法 选举制度又完善了 现在只剩下台湾 但是你用爱国主义 台湾的民众没问 我们台湾 国民党就可能 还有个九二共识的背景在后面 民进党 我们是台湾 不是中华民国 我们是台湾 他心目中的两国论 一直在民进党的种子里面 这个时候 中国大陆提出爱国主义的教育法 包括台湾 香港其实陪陈台巧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太担心 这个是不是针对香港 觉得香港现在都做多不教 要做多些 这个其实那个涵概面是阔 香港基本上 现在由教育局统筹各方面的爱国教育 很多都在一步进展 成效如何 各自评估 但今次特别处 譬如今日余錦然信报的专栏说 这个就不是教育局统筹 谁部门统筹呢 政制事务 政制事务局 这个就讲到 关键点在这里 这个不是纯粹一个从教育层面 不是单纯是学生 外国主义教育 以前社会的外国教育 和学校加强 现在整个社会加强 包括什么呢 如果根据相关现在帮助的条文 中国人针对要对国家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认同 这就是说 对一些有关的典型人物 国家标志 英年无份人物的事迹 多些了解 昨天我也说 雷锋 将会成为香港学生 读 其实香港学生 落后了30年 人家以前很小的在中国大陆出生的人 已经 雷锋 你已经要学习雷锋精神 香港人不认识什么雷锋 认识国锋 都比雷锋 遲些会认识的 因为爱国主义教育法 是要推行了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文汇报的社评 刚才提到 治港人才是要从爱国主义教育出来的人 我的朋友问这件事 爱国和爱党之间那种教育的关系 真国为一语重的 爱国不爱党说不过去吧 因为中国的宪法特色 就是说得明白共产党领导 所以大家要思考 为什麽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 除了为什麽要在时空提出来的时候 对现在整体香港的人口和人心 他们怎样取捨 这个是值得思考的 当然现在是很初步 但可以看到这个 将会成为香港未来社会上 一种潜移默化 这个牵涉到什麽 当然社会教育 这个不单止是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已经做了很多 是社会教育 一去到社会教育上 亦都变成了 你社会上不同的环节 任何人 你不符合这个爱国主义的定义 你就很难在香港担任重要的角色 即是说以前讲学校教育 我都不如数十年了 又不是 权哥可能都要再去受教育 很多层面都有的时候 如果在伦理之间 在同学之间 在职场里面 各种的关系 网络之间 存在了 有一个政治的判断 那个划分 于是乎 会产生政治斗争 滲入每一个层面 和国内的情况 不是一样 以斗争为缸 这件事 是不是一个和谐社会 或者在香港过去 能够发展到 成为一个国际大都会 是应该有的情况存在 我们昨天讲过 张炳良都宇仲心祥 香港最大的问题 有些事情是太阻止 这个香港的支援社会 突然间你这么多的路线 过去一段日子 香港人活在 这个国安法的威胁底下 好像无错不在 你现在再加上 爱国主义教育 当然这个不是针对香港 我再强调 不是针对香港的 但是香港无可避免 也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并且你将这些权力 来到香港 无论政制事务局好 或者将来统筹委会好 这些人拿了权力 他就不知怎样玩法 这个我反而担心 国家大政策 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来到香港 你自己就去处理了 是美国政策 其实从一些事 可以反映出 如果将来再扩大 整个外国主义教育法 推出来的很多种种措施 你只看下候选人的门槛 是有一个提名 不要说这些关节 到最后还有一关 就是资格審查委员会 邓炳强说 我们看看他们 是不是基本法 对基本法的忠诚 效忠的诸如此类 看这一点 这一点很模糊 但现在有个爱国主义 更加模糊 一句 你不够爱国 这个标签 放在任何的范畴都可以 所以香港现在问题在 谁去决定你爱不爱国 当权者 当权者 香港的问题 其中一件事 就是部分人拥有某种特权 以前特权 你可以做很多自己对友来自己的事 但现在你的特权 可以影响到其他人 这不是香港社会的常态 但将会成为香港的新常态 例如一些夜缤分的场所 他们是批评了 找一些人来开档 但管制哪个人进来开档 你就只容许某一批的人 或者是建制中人 他就找回自己 然后那些 譬如其他那些 不是建制派的 你变 变到我信你真的变 或者你要听话 我就让你进来做生意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那是打击相对面 那些不是以前常说的忽然爱国 以前不是很多 我觉得那些忽然爱国 他们不是那些忽然爱国 他们说那些是假爱国 这些很多 特别以前讲英的余孽 旧电池忽然爱国 未被受老爱国的遗孽 但现在情况下 香港很多人有个认证 你刚刚扮不扮个标准 这个认证是很客观的 国际标准 但外国的类型 人说了算 哪些人说了算 你看到区议会的提名 最近都搞出了田二少和叶柳的电话风波 还有超哥再回答两句说话 真的超哥 你这样也拿不到 背后一句说你好打有限 你看见这些政治的新常态 小市民看在眼里 只能够苦笑 你又没办法影响任何东西 现在去到人大常委的表决 这个不是讲玩 不过我就担心 本来这件事不是针对香港 但来到香港那些拥有权利的人 可以把它玩到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地方 其实这个有关外国主义教育法 我相信是挺针对台湾 但台湾有什么可以做得到呢 如果乃清德又继续做总统 民政党继续当政 越走越远 当然中国大陆一直都是 特别是乃清德是一个台独主义者 把他表称为一个台独主义者 实际上是不是大家有眼看得到 民进党再执政多一个任期 你看看台湾的新一代 是不是完全不想大陆呢 尤其是过去的人都说 两岸交往 几多台湾商人在大陆做生意 他们有很多利益的关联 你看富士康 看过去有几个集团被人查税 然后再加富士康 再加上链断勾 一连串的动作 台商是要想的 台湾人也要想 原来我们压住 所谓 如果和两岸对岸的关系 有很大的利益 原来是不稳定的 不稳定 所以 一个的爱国主义教育 是多了一把枪在手 即是说 将来你碰碰的时候 我就可以 你违反了爱国主义教育 我们有法规 我们是依法立了法 本来这个爱国主义教育 如果根据官方的讲道 即现在着物不多 就要对国家和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你辟了刚才家权最强调的爱党问题 其实他很强调的优秀文化 但你平心而论 台湾几十年来 尽管是有一长期民进党当政 台湾对保留 维护中国的中华优秀文化 其实是做了很多事情 你看到台湾 无论各方面的文化艺术 各方面的发展 其实在这方面 那个就是 真的从这个文化中国的角度去看 但是你看回现在 就是政治中国 可以这样去看中国 维护文化中国来说 台湾是有很大的贡献 所以这件事真的是 不知道香港将来的政制事务局 曾国慧局长以至李慧琴等等 怎样将这件事去推演出来 我是读浸会中文 我当年读中文的时候 我们有台湾来的老师 也有香港培训的老师 而我们自己要找一些 中国以前的典籍版本 我们自己的学生都评估过 因为当时商务中华都出了很多这些东西 但我们都尽量选择是台湾的版本 因为是没有政治色彩入面 因为中国大陆的版本 它的内文 有时我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三减 但在他们的注解上 是有政治色彩 所以我们选择台湾的版本 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有时你宣扬中华文化 你选择原汁原味 由我们自己参考 今天其实一宗新闻 我有想过是用不用的 今天明报的教育版 其实我一早跟老总说了 因为我知道浸会是合拼社会科学院和文学院 将来述科的势很大 学科呢 譬如中文系这些 相信一直会矮化下去 对中华文化 当然现在一直说要宣认中华文化 但正正现在很多学校 在很多种种的原因之下 已经是走向帮你将来的职业 打好一个基础 但现在真的很多东西很矛盾 一方面香港要搞很多实用主义 但传统优秀的文化 其实超越了任何的政党 但你发觉在这个爱国主义较底下 其实要拥护现在的执政党 这个是重中之重 反而真正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理解掌握 曾国慧懂多少呢 李克勤懂多少呢 我都有个问号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 出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订购支持